哇 我一个生啊 姐妹们 这碗米饭 谁挡得住啊 嗨 各位 这两天杭州是个美食荒漠这个词又上了热搜 杭州是美食荒漠这个我承认 但是有些姐妹说杭州都没有一家好吃的本邦菜 这我就有点不认同了 今天就带你们去吃一家在我心目当中 本邦菜排行榜中它有着一席之地的 杭邦菜小馆子 这话怎么感觉有点热 反正就是带你们去吃一家我个人很喜欢的杭邦菜小馆子 Let's go 我感觉我今天来的时间早店里都还没有什么顾客 然后一位 一位 刻意想了一张大桌 因为你们懂得我肯定是要 点一桌的 我们来扫一扫他们家的菜单 点一个脆皮大肠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 然后糯米排骨 加一个年糕茄子 大家有没有吃过年糕茄子 真的这个茄子的做法只有 就是全杭州吧 我觉得只有这一家店它能吃到 再一个海黄豆腐 再来一个臭豆腐 再来一个咖啡虾 这个也是他们家就是头牌 数一数二的 好了 我们就先暂时点六个菜 等会不够的话再加 大家给你们看一眼 今天我们六个菜相费是216 大家给你们看一眼 我的菜现在都已经上齐了 真的是上了满满一桌 我们先来吃一个他们家这个招牌 真的算是他们家头牌中的头牌脆皮大肠 我们应该从镜头里可以看出来的皮特别的脆 然后中间那个猪大肠的肥油啊 都还给它保留着 好好吃哦 这个皮跑得好脆 然后里面猪大肠那个肥油 是那种香而不腻的 肥肥香香的 然后这是一个脆皮开背虾 这也是我来他们家必点的 这个虾真的好脆 每一只虾都过到了 把那个虾背都去掉 虾肉很鲜鲜很嫩 然后这是一个糯米排骨 哇哦 这个糯米排骨 它可能是因为有点冷了 所以它的糯米就有点 就不是特别的软糯 然后我觉得它味道会有一点点淡 年糕茄子 这道菜真的是从一个很新奇的做法 哇哦 哇 年糕好糯 又粥谈又糯 就是感觉这个茄子中间不是很入味 来一个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摄上来的时候 真的是胖臭胖臭 哇哦 这个臭味好上头 整个鼻腔整个口腔 全部都弥翻着它的一股臭味 咸臭咸臭的 特别下盘这个 这个味道就特别像那个我们绍兴的那个 馅菜梗 没签脏 哎 绍兴的朋友应该懂 这是一个海黄豆腐 其实就是一个线黄豆腐了 这一个豆腐今天有一点点彩雷 它的咸蛋黄的味不是非常浓郁 然后中间的豆腐也不是说是非常的入味 哎呀 忘记点米饭了 来点个米饭 我点了一份牛肉蛋炒饭 然后我怕 这个蛋炒饭上的会比较慢 因为现在顾客比较多所以我又追加了一碗米饭 我们看这个糕米排骨它的排骨都已经蒸了 直接锅 他们家粉丝肉肉给的量还是挺足的 而且每一块肉都是给的超大块的 来个创新吃法加点这个脆皮大茶 在这个糯米 糯米排骨上 然后再来点臭豆腐 哎哎哎别掉 哇这一勺 哎我还有一小碗米饭 啊对 刚才阿姨看我的眼神是 还有一小碗米饭 这个虾 上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它还是好脆 谢谢 蟹黄豆腐拌饭 再加一辆猪大肠 哎哎 加了一点臭豆腐 哇我感觉这碗米饭都要装不下了 哇你们就说这碗米饭真的是饭中极品啊 天呐 但是又臭又香 哇你臭豆腐 熏的脑瓜就温温的 不行 我可是个孙心人啊 孙心人怎么可以这么不会吃臭 这个脆皮大肠没力也得吃着吃啊 怕冷了之后就有点肺牙 就是有点嚼不动 接下来来干一碗牛肉蛋炒饭 这个炒饭我刚才上来的时候 偷摸着吃了一口 真的很好吃 这米饭它吃起来口感 不会说是那种粒粒分明的 它是有点湿润的 有点酥酥的那种口感 酱香味很浓郁 就是能吃出来那种锅切 再给它加两个猪打腸进去 再加点黏糕茄子 再给它来一点臭豆腐 真的姐妹们毫不夸张 我觉得这一小盘臭豆腐 真的就能过个两碗米饭 我饿了一个肾的姐妹们 这碗米饭谁挡得住啊 我感觉这碗米饭它在勾引我 它真的在勾引我 把鞋子也加进去 所以整个就是一个大杂会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饭才有灵魂才香 我给你们看一眼 我把最后一点这个线黄豆腐也给它放在蛋里面 这碗饭已经好吃了 我都已经不想再说话了 我就想吃了 我来给你们看一眼一整个大光盘 吃的连渣渣都不剩 OK 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 这一家店的话 它其实不能像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航方菜 它更多的像是航方菜的一个概念饭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航方菜的底部带的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是我觉得挺不错的 尤其是他们家的脆皮大肠 真的我觉得你们来的话 喜欢吃大肠的 喜欢吃内藏的一定要点 OK 那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